HELLO 大家好,我是桑妮 今天桑妮邀請到一位非常厲害的專家 但是在介紹他之前,桑妮要先來說說 小書王星巴的PPSU奶瓶 從出來到現在,非常深受父母們的喜愛 那小編也常常在粉絲團提到 PPSU的原料是採用歐美大廠蘇薇公司所製造的 那到底蘇薇公司有多厲害呢? 他已經有154年的歷史囉 那他一年有100億歐元的營業額 哇,這個在國際間是非常受肯定的 不論是材料的穩定性或者是製造的技術 那在全世界都是數一數二的 這也是為什麼小書王星巴會選擇 跟蘇薇公司做合作的原因 那今天桑妮就是邀請到蘇薇集團 台灣及東南亞區的總經理 那請總經理幫我們跟鐵粉們做個自我介紹吧 哈囉,你們好,我的名字是Ron Chan 我是社會公司台灣跟東南亞地區的總經理 你們好 那聽說你今天是剛下飛機 就馬上來到小書王星巴這邊讓我們做採訪對不對? 是的,今天早上的飛機剛剛到台中 謝謝總經理 謝謝 那因為很多媽咪們對PPSU這個材質都還不是非常熟悉 那我想問看看 Raw我們這個PPSU它的全名是叫做什麼呢? PPSU的全名英文是Polyphenylsophon 那那個中文的名字是聚芽本疾風 哦,原來叫聚芽本疾風 那為什麼會想把PPSU這個材質運用在我們奶瓶上呢? 因為這個材料它本身並沒有含那個雙分A跟雙分流 就是BPS 所以它在那個安全性是非常的好的 還有就是它的強度很高 不容易碎破 也可以通過高溫跟脊外線去消毒的 哦,所以它可以重複清洗很多次 還可以耐高溫蒸氣消毒這樣子 是的 哦,了解 那所以我們小書王星巴都是用最好的材質 在奶瓶上給寶寶使用哦 那想問看看Raw我們PPSU它的顏色 為什麼會呈現這個琥珀金的顏色? 因為這個PPSU這個材料 它本身裡面有一個化學的本環在裡面 然後這個黃金的顏色就是本環本性的顏色 並沒有加入任何的那個顏料的 哦,所以它是本身就是沒有添加任何的色素 它就是自然呈現這個色澤 是的 那我們這個材質會有味道嗎? 是沒有味道的 用來那個裝食物是非常適合的 PPSU這個材質它是塑膠的一種嗎? 是的,沒錯 那它既然是塑膠的材質 可不可以被回收呢? 是可以回收的 哦,那有看到它的回收標是鬼雷在第七類 為什麼啊? 因為從第一到第六都是一般的放用塑料 那我們的PPSU也不是在那個從第一到第六內的裡面 所以我們只有在那個第七類裡面了 哦,所以它就是被鬼雷在第七類 那不知道Raw知不知道我們奶瓶有個很厲害的地方啊? 對啦,聽說你們的那個奶瓶 可以從嬰兒用到成人都可以的 是嗎? 對,沒有錯 我們的奶瓶從寶寶用的儲乳瓶 到它喝奶奶的奶瓶 然後長大喝水的水杯 甚至最後可以拿來當萬用罐 我們就是希望PPSU這個厲害的材質 在奶瓶上可以被沿用更久 哇,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哦 聽說PPSU這個材質有被運用在幾個很厲害的地方 可以請Raw幫我們做一下介紹嗎? 可以啊,其實PPSU這個材質 是用在航天上面還是挺多的 像你們坐飛機的時候 頭等餐裡面的餐具盆子 都是用我們的PPSU來做的 哦,是因為它可以比較能夠耐高溫 然後消毒重複清洗這樣子嗎? 是的,沒錯 聽說還有一家很厲害的材質 飛機上面好像也有運用到我們PPSU這個原料 這個你也知道啊 是啊 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有那個sponsor一個項目 就是一個全太陽能的飛機 沒有石化飲料的 環地球飛行一周 裡面很多零件都是用這個PPSU來做的 哦,所以原來我們的奶瓶 都是頭等艙級的奶瓶耶 那相信Raw應該也知道 我們台灣人非常喜歡喝手搖飲料 就連我自己也很愛喝 但是呢我們都知道不鏽缸啊 不能來裝奶類或是蒜類 像檸檬這之類的 那不知道PPSU這個容器拿來當裝飲品 是不是適合呢? 是非常的適合的 因為這個PPSU的化學性是非常好的 它不會跟任何的食物起任何的化學反應的 我們PPSU可以怎麼消毒呢? PPSU這個材料呢 你用蒸氣消毒也可以 然後高溫水煮跟紫外線消毒都是可以的 哦,所以一般媽咪們在家裡消毒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哦 那一定會有很多媽咪們會有疑問啊 我們PPSU大概多久需要做一次更換 這部分就讓Sony來替你們解答 PPSU經過正時可以耐高壓蒸氣消毒達1000次以上 但是奶瓶會因為清潔、使用和保養方式的不同 而導致壽命的不同 如果平身有嚴重的刮痕 就建議需要立刻做更換 不然會容易滋生細菌哦 那如果沒有以上的狀況呢 基於衛生的考量 還是建議媽咪們一年可以做一次更換 那最後最後想要問問他如果 你會不會推薦小水王星巴仁PPSU奶瓶呢? 欸,確定會的 因為基於我對這個材料的了解 因為它也不含BPA跟BPS 所以這個材料是非常適合用在奶瓶應用上面的 哦,了解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出比PPSU更厉害的材质呢? 如果有的话,我肯定第一个要告诉你的 好,一定记得Raw要跟我们说哦 那非常感谢Raw今天的绑问 相信妈咪们对于PPSU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最后谢谢Raw今天来替我们做介绍 那我们跟甜粉们说拜拜吧 好,再见,拜拜 小失望星吧,最安心